第573集 深吸一口气周飞握紧双拳 他打算在这次古凤试炼中一鸣惊人 他相信以这样的成绩足以让凤明公高层重视他 让他成为万众的焦点 林明自然不会知道他成为了许多人追赶的目标 他正在用餐 而零剑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虚空大挪移 这样的挪移足足进行了数十次 最终灵箭落在一颗火红色的星球前方 远远望去这颗星球十分宁静 只是表面布满一片片红斑 像是好看的木质纹理 而在星球的周边还有一圈圈巨大的光环 绵延数百万里长 如同美丽的彩虹一般 这里就是此次古凤试炼的地点火灵星 这颗星球大概只有数十万里直径 比天眼大陆所在的星辰小太多了 零件进入火灵星的大气 零件与大气激烈的摩擦产生无穷的火焰 在火灵星的大气中 随处可见一圈圈恐怖的火之元气漩涡 那里的火元气狂风 可以达到一夕十几里远的恐怖速度 这样的狂风是阴速的十几倍 准确的说 它已经不能被称之为疯了 而是要被称为冲击波 如果是凡人被这样的风吹着 就会像高速撞在一堵墙上 直接被冲得粉身碎骨 即便是舞者 也无法承受 因为冲击波吹来的不是空气 而是暴躁的火元气 外表看起来宁静的火灵星 真正深入其中 却能深深体会到它的可怕 而那些看起来十分漂亮的红斑 就是这些狂风形成的 这样极其恶劣的火灵星中 根本不可能孕育出任何生命 所以火灵星是一颗荒星 但它对高等级舞者来说 却是个试炼的好地方 这颗火灵星 全部属于上古凤族的领地 上古凤族在其中建立了诸多的试炼地点 我们已经递达 所有人下灵界 带队的孙姓长老发出了命令 走吧林师弟 这火灵星可不是个好玩的地方 你可要小心一些啊 负责新秀弟子的刘护法笑嘻嘻的说着 不过他话音刚落就听啊一声惨叫 两个火鸟店新秀弟子 被刚风吹碎了护体真源 整个人都飞了起来 被暴躁的火之元气冲入全身经脉中 是大口喷血 几个护法立刻飞起来 把他们接住 一个护法撑开护体真源 把两人召入其中 另一个护法向他们体内送入真源 才让二人缓过气来 孙姓长老目光一寒冷声道 哼 真是蠢货 我虽然没有警告你们 活灵性的威胁 但在灵界中 你们也应该能感知到 这里的恶劣环境 竟然如此随意走出去 真不知道 你们是怎么通过资格测试的 你们这样的人 如果跟一群人进入秘境寻宝 那么当炮灰的一定是你们 更别说在秘境中得到好处和机缘了 离开火鸟宫 你们会在冲击无道之路的过程中陨落 根本休不了几个境界 太让我失望 孙姓长老有意没警告新秀弟子火灵星的恐怖 就是为了考验他们的观察力 结果真有这么蠢的 那两个弟子本来就够惨的了 在被孙姓长老这一顿劈头盖脸的训 脸色顿时极为苍白 哼 这两个白痴 真为火鸟店丢脸 我竟然与这群家伙在一个店里 周飞眉头一皱 心中恥于这些人为伍 确实丢脸 不过这火灵星的刚风 修为差的弟子就算提前知道 权力应对也很难承受 所以奉明公才会设计如此严苛的资格考核 刷下去九成九的弟子 等着看吧 很多弟子在火灵星站都站不住 之前陪同周飞的蓝一人随口说道 蓝一人说话间 几个火鸟店弟子 小心翼翼飞出了零件阵法的保护范围 他们竭力去支撑自己的护体真元 可护体真元还是被暴躁而有狂烈的火之元气 吹得摇摇欲坠 犹如风中的肥皂炮随时要爆碎一般 他们全是命运期的修为 一个深海的都没有 这是因为除了凤凰殿弟子之外 其余三大弟子殿 只有新秀弟子能够参加古凤试炼 年长弟子已经没有培养价值了 而新秀弟子规定33岁以下 神域的武者能在33岁的时候 修为到神海初起 已经是顶尖中的顶尖 凤鸣宫的这类弟子 全部凝聚在凤凰殿 其他殿的都在八重命运以下 事实上 大多数火鸟殿弟子 没有机会迈入八重命运 只能以七重命运修为跨入神海 如果没有大机缘 他们根本别想进入神变境 不过眼前的这些火鸟殿弟子 通过了资格考试 也算百里挑一吧 将来成就八重命运不成问题 至于九重命运 那就差得远了 孙姓长老看到这些连战都站不稳的 新秀弟子 微微醋眉 就这状态 也就是刚刚能在火灵星上生存下去而已 这怎么历练呢 这次来历练的可不止他们凤鸣公弟子 还有囚皇公龙凤公两大公 如果自己一方弟子成绩太差 他这个领队也极为丢脸 免不了被囚皇公龙凤公的老朋友 噎语一番 接下来金乌殿 朱雀殿弟子相继飞出零件 金乌殿弟子也不比火鸟殿强 他们大多也是经过激烈的竞争 勉强通过资格考核 而朱雀殿中 那高手就多了 这些人都是朱雀殿的佼佼者 轻松通过资格考核 仅次于凤凰殿弟子 他们飞入刚风中 虽然户底真源被刚风吹得剧烈波动 可身形却非常稳定 丝毫没被刚风冲击到 他们的根基比那些火鸟殿弟子那强得多 不过在孙姓长老的脸上 仍然没见他这脸色好多少 这些人在他看的也就刚及格 可以完成最低级的试炼内容 拿出去还是丢人 直到一个身穿红色战甲的年轻弟子 飞入了火源气刚风中 他那形体就如同一条鱿鱼一般 在天空中任意穿梭 没有任何阻碍 所有的火源气刚风吹在他身体周围 都被强大的护体真源给反弹回去了 根本不能靠近他四尺之内 孙姓长老没势一挑 多看了这个红甲青年纪念问道 这人是谁啊 回孙副殿主 此人名为周飞 火鸟公出身 可却拿到这次资格试炼考核第一名 哦 火鸟公出身 竟能拿到资格试炼第一 非常不错 这份身手有资格进凤凰殿呢 孙姓长老缓缓点头 严苛的他露出了几分赞许的笑容 这太难得了 一时间周飞可就成了众人的焦点了 很多凤凰殿弟子也纷纷询问此人来历 这种感觉让周飞相当享受 他扭头看向凤凰殿弟子 他倒要看看凤凰殿的弟子能达到何种程度 这小子挺狂的 他这眼神意思是要跟咱们比一点 八重命运的小子 你差得远呢 一个神海初期的新秀弟子微微一笑 也只有凤凰殿拥有神海期的新秀弟子 走我们出去 这几个神海弟子说话间就飞出了零件 狂猛的火之元气刚风迎面吹来 几个神海期弟子护体真元猛然收缩 形成了厚重如同同钟的防护罩 猛烈的刚风吹在上面同样被弹开 弹开的刚风与后续刚风冲撞在一起 使得他们身体周围五尺之内没有刚风能靠近 五尺的距离比起周飞的四尺更远 不过这些人的年纪明显比周飞都大 神海期舞者对八重命运也没有体现出太明显的差距 这只证明了一点 证明他们的天赋赶不上周飞 周飞微微一笑 目光转向了别人 这些人还不值得他列为对手 他要等着看凤凰殿还有没有其他更厉害的 在这几个神海期弟子后边 又是几个凤凰殿弟子飞出来 他们个个表现不俗 同样能把火灵星的火源气刚风弹开树池远 可是但凡表现比周飞好的 年纪都比周飞大 而与周飞同龄的隐隐还不如周飞 喝这个周飞嘴角的笑意愈发浓烈 而就在这时周飞的眉山一跳 嗯火炎广 好 我倒要看看 你能把火源气刚风弹开几尺 周飞想要从火炎广身上 估算一下林明的实力 当初林明与火炎广战斗不算长 可林明是施展权力才击败火炎广 清楚火炎广的实力 那基本就清楚林明了 在零剑上 一个红发男子默默地飞了起来 他神色冷漠 只是随意飞行 所过之处火系元气 全都被他的护体真元切开 形成了一条漂亮的水纹 火炎广根本就没用护体真元弹开刚风 在他看来 这根本就是没意义的事 他以九重命运四重天的修为输给林明 却还在跟这群为九重命运而努力的人比赛 谁把刚风弹得远 这不可笑吗 在凤凰殿 他的对手只是林明 这些人的比斗 他根本没兴趣参加 事实上 自从输给林明后 火炎广就完全变了个人了 他不再参加任何世家子弟之间的聚会 平日里身居简出沉默寡言 似乎变得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原本火炎广这次损失惨重 会受到家族的责罚 欠下的资源 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可能还清 可他小叔给他扛下了罪责 还要为火炎广偿还凤灵之血 可却被火炎广拒绝了 包括叔的几件上品盛器 他小叔要再补偿给他 同样被拒绝了 哪怕几件上品盛器 对他小叔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 火炎广想要凭借自己 还上这二十滴凤灵之血的债务 火炎广从头到尾 只是简单的不刚封御开 一切显得极为自然普通 可这简单中却蕴含着不简单 单单这份从容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火炎广就这样落在人群中 始终面色沉默 这个火炎广实力果然强大 没有刻意催动护体真元都能如此从容 周飞深吸一口气 不过他并不害怕 对手越强越能激起他的斗志 周飞的目光又投在了林明身上 他想看看林明又能达到何种程度 而就在林明飞起来之前 几个白衣男子从灵剑之中有说有笑的飞出来了 这几个人竟是以白道红为首的九允神变器弟子 他们也是凤凰殿的精英 未来至少成为长老的人物 这些人竟然没有撑开护体真元 更没有去弹开钢峰 而是直接飞入钢峰中 可这火源气钢峰吹在他们身上竟被吸收了 尤其是白道红 在白道红周围 原本暴躁而狂烈的火源气竟变得温顺无比 甚至隐隐有种向他膜拜的感觉 这让周围的弟子都惊呆了 这都行啊 相比白道红而言 之前周飞啊 还有那些凤凰殿弟子暗暗较劲啊 比谁把钢峰弹得远 现在看 就像是小孩在大人面前争强斗狠 一样可笑 白道红师兄他们竟然强到这种地步 是啊 这也太强悍了 对我们来说可能致命的火源气钢峰 对他们来说 这就像普通火源气一样 可以吸到身体里 这对火系法则的理解 得达到什么境界啊 这差距也太大了 周围四大殿弟子 看白道红都流露出深深敬畏之心 火源气钢峰对他们而言 如同致命的岩浆对普通人而言 他们必须小心翼翼的避开 可白道红他们 能直接在岩浆水里泡澡 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包括林明 他也目不转睛看向白道红 在他视野中 白道红已经消失了 他注意的只是周围刚风中 火源气的流动 每一分每一毫的轨迹 全部清清楚楚 倒映在林明那比常人宽广数倍的精神之海 被仔细的分析和琢磨着 以他如今的悟性 又有盛气晚轮的帮助 他能极快的从轨迹中解析出火源气的运转法则 是创生意境 以毁灭意境的反面 创生意境来化解火源气的毁灭力和破坏力 进而把他们转化成柔和的火焰能量吸收掉 创生意境竟然还能这样用 林明感觉那一瞬间 这半年来始终营绕在他脑海中的创生意境 仿佛突然被什么触动了 一丝丝的鸣雾油然而生 半年时间 对凤仙子撰写预见的参悟 大量的积累 被今天看到的这一幕画龙点睛 突然就融会贯通了 林明感到那一刻 他已经领悟了一丝创生意境的精髓 他迫不及待想要趁着这个时候验证自己的领悟 他身形一动直接从零件中飞了起来 却没有撑开护体真元 他就这么凭借肉身飞向了爆裂的火元气刚风 林明他干什么 没撑护体真元 他不是也想跟白师兄一样吧 几个新秀弟子看到这一幕都有些傻眼 林明是想不用护体真元保护自己 凭身体吸收火元气刚风 这也太鲁莽了 白岛红师兄能做到这一点 不光光依靠他对法则的理解 而且还有他本身惊人的修为啊 那林师弟现在才六重命远 想做到这一步这也太勉强了 如果做不到 很容易被刚风击成重伤 而且林师弟的法则领悟也远远不够啊 还比不过火炎广呢 一个凤凰殿的沈海期弟子说道 他能感觉到 林明对创生意境的理解并不深 当然比不过火炎广的创生意境凝结出了清廉领域 是创生意境大成的体现 而林明却没有 他应该只是刚刚抓到一丝创生意境的精髓 他现在这么做 纯粹找死 说话的是周飞 他虽然远远不可能做得像白道红一样 可他也懂一些白道红做的这一步的道理 在他看来 以林明的修为和意境领悟 想做的这一步根本是吃人说梦 事实上 林明在创生意境上的成就 确实远远不如火炎广 这也是理所当然 林明才接触创生意境半年 哪怕他的悟性因为开启开门而大大提高 又有邪神又严的辅助 半年时间的领悟 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可他也比不过火炎广 人家从懂事开始就开始参悟获悉意境 林明有奉仙子撰写的预见 可火炎广参悟的预见更好 毕竟人家火系氏族传承了不知道多少万年 而且火炎广资质不差呀 至于说领悟清连领域 那还得更多的积累才有可能 领域类的技能呢 可不是大白菜 哪怕是绝世天才 也不是说领悟就能领悟的 这个小家伙 胆子还真不小啊 孙姓长老黑黑一笑 他不认为林明会成功 他才命运修为 人家白道红可是神变高手 能做到直接吸收火源气钢锋的程度 那是不知道积累多少才走到这一步 林明再天才也无法逾越呀 不过这个小子发体爽秀 结结实实被火源气钢锋撞一下 死不了 定多受点伤 让他吃点小亏也好 孙姓长老这么想着 也没出手阻止 而在天空中 白道红本人也停下脚步 转头望向林明 嘴角扶起一丝 若有若无的笑意 这个林师弟倒是有趣啊 我来火灵星也许多次了 至今只见过一个新秀弟子 坐到这一点 这个人就是龙凤公的陆小渊 天赋比我还好 当初陆小渊也只是勉强坐到这一步 坚持不了多久 而且他那时已经32岁 就差一点超过新秀弟子的年龄限制 修为更是已经到了神海出击顶峰 差一点迈入神海中气 完全不是林明现在能比的 他渡九重命运的时候 七重天二十一里元气云 我自愧不如啊 白师兄啊 你过谦了 白师兄的大机缘 在神海境的时候才遇到他 如果是在命运期遇到 白师兄也许能渡八重天 二十里元气云这一点 白师兄您吃亏了 在白道红身边 几个神变境弟子恭伟道 哎 我神海境有机缘 陆小渊未必找不到 很多时候 你在一个境界被一个绝顶天才甩开 想要再追上 怕是得多付出十倍二十倍的努力 未必成功啊 白道红深吸了一口气 口气却十分谦虚 越是到了他这样高等级的境界 接触到七十二宫 上古凤族 丰宫 包括三大士族 诸多绝顶天才 和他们竞争 甚至与其他大圣地的亲传弟子竞争 如此 他就越有一颗敬畏之心 神谕态广阔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白道红说话间 林明已经冲入了火源气钢峰中 不依靠护体真元 也不依靠法医的防御 直接承受钢峰冲击 砰 林明就感觉胸口猛的一震 仿佛撞在一座大山上 超音速的气流原本根本奈何不了林明 可这不是气流啊 而是爆裂肆虐的火源气 一瞬间 大量狂猛的元气 如同洪水猛兽一般 疯狂冲入林明经脉中 死一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